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蝴蝶兰 之前跟大家发布过一些作品 就是刚买回来的蝴蝶兰 该如何给它处理 能让它快速的吸引新的环境 那么在这个八月份 我们刚入手的蝴蝶兰 要注意到三点 这样的话才能让它生长得好 第一点就是刚入手的蝴蝶兰 我们不可以马上把它搬到阳台去养护 如果直接把它搬到阳台去 没有给它吸引过程的话 蝴蝶兰的抗病性会大大的下降 就很容易出现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找一个阴凉通风的环境 让它静养一段时间 第二点一般我们刚购买回来的蝴蝶兰 它所用的机具都是使用一些水苔的话 我们等到它静养一段时间 过后适应环境 我们就把这些水苔把它去掉 再给它换上一些透气性好 历史性要好的 而且又有微量严肃的 这些松树皮火山石 就是养分都是比较足的 能让这个蝴蝶兰的根式长得好 鸡株就会生长得好 第三点养分 我们想要蝴蝶兰长势的好 在这个八月份气温也是比较高的 湿度也是比较大的 那么也是它的生长期 我们必须给它充足的养分 这样才有利于它生长 最好就是给它使用一些肥力比较温和的 比如像这个浓缩营养液 它的肥力比较温和 而且养分也是比较充足的 这样的话就能加快它的生长 好了 这期跟大家分享 蝴蝶兰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